阿神經病 這一個叫做莉娜的家伙鐵丁有病 村樹有病莉娜也有病 真的是不治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拜託借我你的力量吧 就這樣我在她的計畫中擔任了掩護的工作 今天結束對校長的監視了 我們成功的把遺體搬運過來 我的手還在顫抖 回校的時候 有教室比我們更早發現了現場 這件事是失誤 但還是抓準了時機把屍體搬出來了 所以按照村樹的提案把自殺痕跡也去除了 老實說事態發展還是很能判斷 因此如果沒有什麼線索的話就好了 看來村樹很衝容 這不是病只是傻 沒有我覺得根本有病 這個傻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跟病其實是一樣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太白癡了吧這個 而且還說成功了 現在馬上去實驗 這樣的無法隱藏的興奮神社 現在還在實驗室裡面工作 我應該再休息一下之後 繼續駐守的工作才對 而且因為剛做了那樣的事 一個人待著就會感到非常不安 怎麼會 爸爸媽媽做了那樣的事 校長失蹤的真相就是這兩人做的呢 雖然沒有殺人 但也是無法原諒的行為呢 當然也不會告訴海倫的 我們倆才不會去做擺弄屍體這種事呢 就算你不接受也好 這都是事實 被學做了這種地步的研究 到底是什麼 在這後面會有更痛苦的事實在等著你 海倫 你有面對那些事情的勇氣嗎 這我要怎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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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夠了 已經夠了 這種事還不如不知道的好 爸爸媽媽好想快點見到你們 是嗎 也對 沒關係的 放心吧 你很快就會見到了 如果這是你所期望的話 等一下這 啊幹 這還是一樣的 討厭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勇氣什麼的說時候我也不清楚 但都來到這裡了 怎麼也得看到最後啊 而且不是約好了嗎 過了的事也還沒有說清楚呢 說得也是呢 如果真的是很害怕的 如果這裡真的是最後的記憶的話 我們家和這個研究肯定是無法分割的關係呢 嗯 已經無法否認了 不願去想的事情不斷的湧現出來 沒關係 比起剛醒過來的時候 海倫的心一定變得更堅強 而且我還跟著你 喝一點點就到了 加油吧 謝謝你 喔 下面有什麼 要配飾鑰匙 我覺得這個庫流 他的關係好微妙喔 怎麼 身體變透明了 我們還是趕快比較好 一定是畢竟 記憶的核心 導致海倫的內心附和過重了 如果這也是我的內心的話 承載著這個新的真實的我 到底現在在哪裡 呵呵 上帝啊 請寬恕我吧 我完全說犯下了很大的罪 但已經無法回頭了 而且能支持春樹的只有我了 我不在的話是不行的 還有一點點 只差一點點的 然後你老貓就變上帝了 那如果 那如果 我這個時候 我有辦法去開啟 愛心鑰匙嗎 我有辦法離開這裡 然後上去開嗎 不能回頭 好 那我那個檔案 的確不能蓋掉 來吧 命啊 距離回收遺體 這件事已經過了將近一個月了 回家的時間也全部投入到研究中 時間一下就過去了 可能是不專心工作的話是不行的吧 雖然沒話春樹說 但我從那一天開始就一直在害怕著什麼 感到罪惡的意識 比想像中還要沈重 下長冰冷的身體的觸感 拉她的滴下來的體液 感到痛苦而失去的表情 在夢境中不斷的出現 我不敢做什麼也無法讓她小心 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支持她的研究 她需要我 我也需要她 我愛你春樹 快點把我從這個惡夢中救贖出來吧 大致上完成了 稍微小睡一下好了 現在讓莉娜和海倫都很辛苦 但現在不可能停止了 再等一會 我最愛的家人了 好看一下 春樹 使完夏節君用人體來做實驗是正確的 成功的取得了用老鼠和天主鼠之類 無法得到的出色成果 這樣讓人體不老不死的基礎就完成了 不老不死 但還又可以改兩個餘地 氣泡在福卡林周來暫時停止死後肉體的變化或者防腐以此為目的 我認為是毫無意義的 我設想讓人活著的時候防止細胞劣化 有必要讓其獲得這種機能 這裡就有個問題 細胞如果不願它的話 那麼人就無法成長 得到了永恆的生命 卻永遠是那個樣子的話 那麼就感受不到人生的快樂和喜悅了 所以我就製作了讓細胞活性化成長的藥 雖然至今做出來的都是誘發細胞暴走並破壞人體組織的裂藥 但這裡增加一道程序 原本人的大腦以電信號傳遞動起來的命令 給手或腳以此控制行為 那個信號是以細胞為單位來使其工作 是不是就是說有可能可以自由自在的變形了呢? 會發生神話般的故事 如果想著在天上飛的話 背上就會長出翅膀來 其中一個打算就是 不單單只是迴避肉體的死亡 壽命 一切外部而來的無法預測的事態 也能對應的可以稱之為真正的不死 神經病 差一步了 我擁有把其變為現實的意志和知識 以及最愛的家人們 研究 這樣 這樣是不對的 下腦的事也是 變成不老不死想幹什麼 太倫 跟那一天一樣喔 欸 那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 面對這一切的時刻正在逼近 走吧 之後就是看到你全部的記憶了 欸 這有東西 實驗室鑰匙 剛剛我確定我走過去沒有 所以他是故意用在這的嗎 最後的最後再確認一次 嗯 來吧 這邊明亮多了 然後我們來看看他們到底這對瘋狂夫妻到底在衝成小吧 呵呵呵 你覺得人要是死了的話會怎麼樣呢 欸 怎麼突然間 雖然有各種說法 但我覺得要是有天堂的話就好了呢 紅燈 然後新的生命輪回下去之類的 這個樣子 輪回轉世說吧 毫無根據的言論 那種夢話你也信 什麼嘛 那春樹你怎麼想呢 我的話 我覺得死了的話一切都結束了 不 原本就什麼都沒開始 這種事最可怕 那說的更好懂一些吧 假如我死了的話 有人會感到悲傷 然後可能會看著照片說 是這樣的人了 之類的過去的事情 挺緊這些而已 然後過了幾年 名字只存在於竹虎 更深的再過十幾年的話 那大概誰也不記得了吧 如果到了那種時候 我存在的證明就都沒有了吧 那個時候的你才真正的死去啊 不是嗎 這樣就和消失的沒什麼區別 既然如此 現在就是為了什麼而活下去呢 你如果要的話 你也可以天天怕秋情啊 對不對 讓自己每天爽爽爽爽啊 吃人這樣感覺你會死更快就是了 呵呵呵 那麼 現在和我一起度過的時光 也是沒有意義的嗎 不是這樣的 其實確實是很幸福啊 所以一想到這麼幸福的時光 總有一天會消失到一點痕跡也沒有 就會感到無法醫治的恐懼啊 這因為他其實是一個非常認真 而且溫柔的人 才會被死亡的恐懼鎖上去 其實鎖上去就想太多了 如果照他這樣講的話 那他不如一開始就去死就好啦 那就不用傷腦筋啊對不對 想太多了啦我覺得 這個要有什麼目的那個要有什麼作為 人活著就不能單純的活著嗎 一定要名留親死才算真正的活著嗎 我覺得這個東西 看大家怎麼想啦 死亡和公平的將來每個人 是誰也無法迴避的終點啊 當他正面遇上死亡的時候 他的心中萌生了什麼呢 然後過了不久我們迎來了最幸福的一瞬間 海倫誕生的日子 並且同時他開始為了要守護這一份幸福 下決心要開始研究了 這就是他的記憶 這一切的開始 然後這之後就是終結的記憶了 再花結果人黑一天來臨的 成功啦 真的嗎?陳述 剩下的就是使用在實際的人體上而已 不可能會失敗的完美啊 我們的夢想 實現的時刻來臨啊 兩個人像小孩子一樣 歡騰雀躍 共同分享著喜悅的心情 陳述是這麼想的 他過分距離成果 我的精神已經快要崩潰了這件事 他一點都不知道 第二天 這一天來臨了 還想著隔了很久才回來 兩人從昨天就好像很開心啊 應該是件工作吧 好奇怪 對我保密 兩個人一直單獨做了些什麼嗎 兩個人 欸 喔 還有人跑過去嗎 第一次小小的跟著來了 原來一直在這種地方工作的嗎 嗯 那什麼 樓梯 之後就用自己的雙眼來見證吧 你是為了這個而來到這裡的 所以選擇記憶 根據自己的醫院選擇的 說起來 你為什麼要特地闖起來啊 哈哈哈哈 因為那兩人突然進來了 記憶中的人不是看不到我們嗎 你看 在看學校的時候一樣啊 啊 對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接著就這一個 然後就是要在什麼時機使用呢 不 不對 應該先和海倫說明一下吧 那孩子會怎麼想呢 突然把這件事 把我們所做的事情告訴他 也是 但是 沒什麼好焦慮的 海倫還只是個孩子嘛 隨著時間慢慢的讓他離家界就好了 說的也是 也只是瞞著校長的事情而已 僅僅只是為了不招來不必要的誤解而已 這議題要怎麼辦 已經沒有保存的理由了 盡快處理掉吧 話說回來 這個地方也不需要了吧 花了這麼長時間 我們總算能回歸普通的生活了 普通的生活 誰 他跑過去 爸爸媽媽 那海倫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跟在你們身後過來的 對不起 但這裡是 這些到底是什麼 在那邊倒著的是校長吧 是 但 是你們兩個殺掉的嗎 不 不是我們做的 校長是自殺 那為什麼校長會在這 說明一下 那是因為 別這樣 你是說 就為了這種事 一直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裡嗎 呃 說話啊 爸爸媽媽 別這樣 還有一點點 還有一點點就全部都結束了 已經不會再痛苦了 林啊 凱倫 我告訴你吧 我們到底在追求什麼 瓦拉崩潰了 我們全家都會變成不老不死的身體 然後一生都會一起生活 你在說什麼 不老不死那種事怎麼可能 可能都 你的父親真的是個非常優秀的人才啊 不過十幾年就把這個藥給完成了 就算是這些種事變成現實 不會使身體又有什麼幸福的 走走他人的生命一直把我的事情丟在一邊 這人怎麼可能會幸福 我只是想要更多的三個人一起生活的時間呢 艾倫 所以在這之後啊 會成真喔 一直都會在一起喔 剩下的 只是實際使用這個而已 如果用所有你無法明白的話 讓你見識一下吧 莉娜等一下 陳述 真的讓你受累了 你所追求的東西是沒有錯的 我現在就來證明 住手 在這麼不安定的精神狀態下服用的話 你的身體會變成怎樣無法預料啊 媽媽啊 呃 呃 媽媽啊 不要啊 莉娜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剛剛就突然一片黑 我看到一個紅紅的 是假的你媽爆炸了是不是 你不要爆開是不是 怎麼會 您就失敗了嗎 不 藥的確是完成了 弄錯的是媽媽那邊一直被罪惡感鞭搭的心 借助藥的力量誕生出了異形 請問一下是 哦 是三小 這是三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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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都來了 怎麼會這樣 海倫沒事吧 還好但少被 被咬到了嗎 正中一點能動嗎 挺好 現在立刻離開這裡 快逃走 這傢伙 莉娜的話我會想辦法的 想辦法 總之先一起逃吧 別說了快走 拜託了海倫 我有這份責任啊 你也要打藥是不是 莉娜 這樣子說 最後的話可能會很奇怪吧 能夠一起到天國去的話就好了呢 可是我沒有記錯 你不是說藥是完美的嗎 對吧我沒有記錯啊 他說藥是完美的啊 那請問他要怎麼到天 他要怎麼殺就好啊 什麼 爸爸媽媽 然後看到兩個異形在那邊 耳邊傳來鎮耳欲容的爆炸聲 漫天飛舞的粉塵和煙霧混雜在一起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燃燒一樣的味道 喔 就變成一開始的那一個吧 喔 我們一開始那個時候就是 喔 喔呀 這一開始那扇門 難怪我覺得很厭熟 海倫的心已經到極限了 拜託再稍微忍他一下 假的 這一切都是假的 這不是騙人的喔 我全部都記得 這樣的話不就像是 我把棒媽媽殺掉了一樣嗎 喔對 海倫你只是什麼也不知道而已 大家都只是希望能夠變得幸福而已 現成要在一起變得無法解開了 在乘酷了這樣子 但是 不留 已經可以告訴我了吧 不是 哈哈哈哈 超壞 所以跟他講 夠屁事啊 你到底是誰呢 是你啊 海倫 啊 所以他們是同一個人 媽媽把你的手被弄傷了不是嗎 就在那個時候 海了你也被感染了 那個藥對人體所帶來的作用 如果不有效的控制的話 就跟病毒一樣 現在你被人從那個研究所裡面救出來 在醫院的一個房間裡一直沉睡著 衝擊的誠實 無法接受的現實 露敵人精神都崩壞了你的心的那份力量 在你的心裡 誕生出了另一個人 果然是另外一個人格 這為了什麼才把我帶來這裡的呢 還說是雙胞胎妹妹這種謊話 但之前說的一樣 多虧了海倫的心在崩壞 凤土的記憶就被隱藏起來 保存了下來 在此時突然回想起全部的記憶的話 你覺得會怎麼樣呢 所以 我有必要讓你慢慢的花時間把記憶取回來 那麼 為什麼要在家裡襲擊我呢 我就是海倫的內心啊 如果想活下去的話就會幫助你 如果想要死亡的話就會結束掉 我只是這樣的存在而已 怎麼會 但是啊 喔喔喔喔喔喔 正正正正正 不行了 沒有時間了 海倫 冷靜一點聽我說 雖然最好是可以陪 你到最後的 但海倫的心已經到了極限了 要盡早的從這個破損的記憶中醒過來才行 再見囉 反正我也只是你心中的存在而已 醒來的話應該就再也見不到了吧 不 不要 不要 醒來的話不是誰都不在了嗎 這樣的我沒辦法忍一忍受啊 海倫 沒有 沒有 你到此追尋真相的時候遇到這麼多事情 你要連同爸爸媽媽的份一起活下去啊 哇 哇 哇 好 我決定了我要選這一個 那樣的現實我不需要 哇 海倫不行的 如果一直在這裡的話 對啊 因為 在這裡的話還活著的時候的兩人 還有酷流都會存在的 只要我這麼許願就好了 這個世界很快就會消失的 真正海倫就會這樣死掉的啊 這樣很好啊 比起一個人活下去的話 就這樣和大家一起結束就好了 飄 死掉了 所以 精神崩潰 我也很怕死啊 但 但是也只能活下去了啊 沒錯 就是這股劑 活下去 海倫 酷流呢 跑了 快沒時間了 我 我知道啦 叮 所以酷流真的就只是 一個記憶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也太沉淪了 他只是一個人格這樣的話 醫院 我 還活著 但 誰 誰都不在了 爸爸 媽媽 酷流 啊 果然這樣還是 нет 沒有辦法接受 啊 啊 喔 what the fa 他直接變怪物欸 他直接變的跟他老媽一樣的異型怪物欸 好猛喔這個 這個 那這樣讓他回去真的是好事嗎 我覺得酷流可能千山萬山都沒有算到這件事情 或者是他已經算到所以要故意讓他回去 有這個可能性 這應該是結局2 我們如果問結局1的話應該是要再打 那個看到莉娜的那封信之前 我們先打開那個鑰匙 那個新型鑰匙的孔我在想 等一下來試看看 有這個雙手 還有結局 像雙手 有這個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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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見 有這個雙手 有這個雙手 我有想要找但找不到 早想看过一个恐怖解谜小游戏的 但基本上好的游戏都被汉化了 最后发现了这一个实况的游戏 趁着还没有人汉化的时候开了坑 闻不好多少辛苦 但汉化原则上不反对展载 不过请保留此段讯息 在汉化之后发现了一点点小细节 真结局的最后我会说一下 我也没什么不要太过期的就是 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Think for playing 你也不在 哇 什么啦 刚才的事到底是什么呢 哎里面什么也没有啊 也算是有所得到什么 海伦受到惊吓之后的表情很奇怪呢 等一下为什么看这种地方啊 不知不觉 好奇怪啊 这个也和海伦的记忆有什么关联吗 但是这里发生的事情和看见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就是因为这个才有现在的世界 但是有什么很温暖的光呢 嗯虽然有一瞬间但很怀念了 走吧 得到温柔的光 我没办法忍受 跑上去 没关系 追到那么多 连同爸妈的风险活下去 能活下去吗 能活下去吗 诶 刚醒过来就能活下去吗 好可怕 因为这之后就变成一个人了 不是一个人哦 不一样了 选项不一样了 的确已经不能再说话什么的 但我还是一直在海伦的心里面哦 虽然有点老套 也有某方面的时候 你就是海伦的心啊 真的是很老套的话呢 嗯 像比照一样说一些更有趣的事嘛 什么嘛 人家那么认真的担心你的说 知道啦 就是因为平时老是被说 所以还回去 那算啥啊 谢谢你啦 其实我也 嗯 其实我也 很寂寞 想到海伦和我在一起 就会很快乐之类的 就会很安心之类的 想要在一起之类的 也许只是单纯的赵金子 也说不定 但是我也全部抱着 同样的想法哦 不留 但是因为我海伦 有着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才会希望你活下去 给予了我温柔 谢谢你 哦 酷刘笑起来超可爱耶 我才是 谢谢你 这之后要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但我会努力的 嗯 活下去 海伦 活下去 不要变 这是你的好友 给你最后的祝福 虽然你的好友就是你自己 而且再次缺了一件事情 Volibore 你没有妹妹 你过来没有妹妹 小西 医院 我还活着 但谁都不在了 爸爸妈妈 不过又要变形了吧 那取得那个不够吗 好想再见你啊 酷流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酷流 到底为什么 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不太清楚 我只是很想见酷流而已 大概就是这个了 好了好了 总是先把这个表情收起来吧 真结局 对不起 已经没事了 那个你手背的绷在下面 虽然只是猜测 我觉得应该是从那里感染到海伦身体里面的药物的力量 因为想见你这个强烈的愿望 所以你的身体就回应了这个意思 还有 嗯 从海伦坏掉的心里醒来之后 我也这么想了 好寂寞 好想再一次相会 总觉得好害羞 可是好开心 嗯 这之后要怎么办呢 啊对哦 醒来之后的事情完全没有考虑过耶 算了慢慢考虑好了 哎这么悠闲 凯伦也一定不想死了 那么有的是时间呢 虽然爸爸和妈妈的事真的很痛苦 但可以克服的 虽然不能马上恢复精神 但现在的话一定会努力的 因为 嗯 我还有值得现在的妹妹在啊 有个教室 有柯下涂鸦我没有看到耶 重新闪下写着两个名字 春树和利纳 哎 那个时候我去看没有看到耶 是海伦的爸爸跟妈妈 所以他们两个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了 那个小季节没什么重要的感觉好温暖 还有一个 还有吗 家里杂物间 有个底部有洞的小箱子 有这我知道 里面实际还有一个没用过的东西 四叶草的钥匙 周明是追寻隐藏记忆门北的钥匙 看起来本来有什么东西的 但后来作者气掉了 总感觉好可惜 嗯 要说 所以原本是有哦 sepaste 永远 没吃完 无编 没动 无编 你 我们 本来 视频